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毕业后到了一家知名教培公司上班 凭借高超的教学水平领取高薪 工作到第六年 陈琳用实力和努力在城里买下房子和车子 唯一遗憾的是 女强人工作太忙了 连恋爱都没正儿八经谈过几次 即将半三时 他遇到高中同学徐朗 很快被表了白 学渣徐朗说 早在读书那会儿 他就暗恋上学霸陈琳 一天到晚 想跟在他屁股后面转 久别重逢后 他意识到 不能再浪费时间 要鼓起勇气去追求 徐朗说到做到 陈琳忙得像陀螺 他也不嫌他陪伴的时间太少 每日发信息 嘘寒问暖 提醒 加一带伞 周末 徐朗手动 做了美味的点心和便当 跨越大半个城市 也要送到陈琳手里 一个女人 独立太久 很容易 现在被照顾的 无微不至的温柔怀抱 结婚五年来 两人有过不少 浓情蜜意的时刻 还生下 可爱粉嫩的女儿 徐朗工作相对轻松 拿的薪水也少一些 于是 主动承担大部分家务 还让亲妈 过来帮忙照顾孙女 陈琳不是不识好歹的人 每月发了奖金 带全家到网红餐厅打卡 支付家里大头的开销和房贷 婆婆无意中 吐露嘴一句 小区邻居说泡脚盆好用 她马上下单网购回来 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 陈琳的生活 一度过得很爽快 女儿吵了 有老公陪玩 她肚子饿了 可以随便对婆婆点菜 但幸福自在的日子 在拿到年度体检报告的那天 开始土崩挖解 徐朗一听到癌字 吓得脸色大变 她说 她爸是患肝癌走的 耗尽半副家产不说 脾气变得暴躁无比 还把婆婆折腾到半死 陈琳心情本就忐忑 听徐朗这么一说 后背浸出一身冷汗 好在她足够淡定 迅速拿起检查报告 去找视力最好的医生 谢天谢地 定期体检 让癌细胞极早地被发现 如果治疗得当 存活期很高 徐朗几度看向陈琳 语气忐忑地提问 是不是 要把乳房切掉 医生 扶了扶眼镜表示 这个不一定 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做薄乳手术 婆婆插嘴 不切掉坏的细胞 以后很容易复发吧 陈琳有些不耐烦 她才三十出头 如果丢了乳房 形象还要不要了 婆婆被突如其来顶撞 破天荒 第一回骂回去 闭嘴 你太年轻不懂事 徐朗爸走得快 就是因为 白白花钱治疗 也没清完肝里的癌细胞 结果搞得肺里也有 陈琳懒得反驳 但她意识到 这不仅是婆婆没明白 癌细胞会转移的问题 而是预示 往后相处模式的变化 平心而论 家有癌症病人 不管对谁来说 都是极大的内耗 要花掉大量金钱 术后的恢复期 更是会持续很久 陈琳生病后 公司发来一笔奖金 每名其约 让她先好好治病 委婉提出 把职位腾出来 给新人 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当功臣时 自然被捧上天 大把资源陆续有来 等到贡献值下降 难免像年老体弱的病猫 被无情甩到一边 起初 陈琳天真认为 有治病的半年里 没收入 徐朗会主动扛起养家的责任 毕竟 结婚以来 全家吃住旅游 基本用的都是她赚的钱 而她的工资 平时就拿来应酬同事 或者买些游戏装备 陈琳随便提了一嘴 徐朗赶紧说 她工作能力有限 如果出钱购房的话 压力会很大 见她面色不悦 她才赶紧找补 说以后不出去吃饭了 再不够的话 用婆婆的退休金来补 赤裸裸地划清界限 让陈琳很不爽 她没了工作 要是像之前那样 供房供车 养全家 很快坐吃山空 好在陈琳有买保险的意识 患病后申请理赔 很快准备好做手术的钱 资金到位 她马上躺到手术台上 陈琳爸妈早两年出车祸走了 只能指望徐朗在治疗过程中多担待一些 然而男人的变化实在太大 生病以前 徐朗是一只会说土味情话的暖心小狼狗 如今变成敲着二狼腿在病床边打游戏的大爷 陈琳在病床上痛苦 深吟想喝水 喊了半天 徐朗才慢悠悠摘下耳塞 倒了杯烫开水 连护士都看不过眼 抢了杯子 责备丈夫不用心 还亲自把棉签战尸弄到病人嘴唇 出院后 徐朗毫不掩饰 对陈琳胸口疤痕的嫌弃 晚上说什么也不肯碰她 大病出狱的人特别敏感 尤其对陈琳来说 当初用情置身 说不离不弃的人是徐朗 可一场大病 就让她忘掉从前的誓言 用冷冰冰的态度 对待她和这个家 婆婆更是不消停 动不动 斥责陈琳女儿嘴雕 喝饮料都要指定品牌 陈琳听得心烦 忍不住开口 不就是一瓶饮料吗 满足一下孩子也无妨 婆婆脸色变得很难看 现在是我儿子养家 她没你有本事赚钱 一瓶饮料十几块 要是给一女儿喝了 今晚大家别吃肉了 最可怕的是 陈琳的换洗衣库 总是被单独拎出来 不给扔到洗衣机 婆婆说 担心癌细胞会传染 万一搞得大家都生病 就不好了 活在压抑的环境里 陈琳康复得特别慢 直到有一天 她在附近公园散步时 看见徐朗拉着一个女孩的手 在榕树下亲亲我我 一向强大的陈琳 跑回家大哭 怒斥徐朗 为什么做对不起她的事 徐朗怂怂肩 你一病就是大半年 我作为正常男人 也有需求要解决的 陈琳冷笑回击 是我不让你解决 还是你瞧不上我 残缺的身子 她的态度很无所谓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就是对你没感觉 陈琳不想再纠缠 如果一段关系走到死胡同 根本没必要坚持下去 当她主动提出离婚时 徐朗松了一口气 婆婆啰里巴缩地发问 财产和孩子怎么分 陈琳下意识回答 房子是我买的 跟徐朗没关系 至于女儿 我现在身体不好 如果你们想要抚养权 可以把她带走 我按月付抚养费 婆婆嗤之以鼻 草旧看出你的自私 把徐朗居在家 当家庭主夫 赚钱的活 全让你干了 现在 她功低不高不低 有什么资本在城里买房 陈琳差点气吐了 两人重遇时 徐朗就知道她的工作状态 还心甘情愿 摆出愿意为家庭牺牲的样子 婚后 陈琳也曾提过 让徐朗报学习班努力一把 可她一拿起书就犯困 难尼扶不上墙 怨谁 闹到最后 这对母子始终不同意 陈琳给出的方案 她头痛至极 捏着太阳穴问 那你们想怎样 徐朗盘算了半天 终于开口 这些年 照顾你和女儿 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何况 在你生病这一年 也是我跟我妈共房 你把房子卖掉 折算一半现金 分给我 这样的话 我考虑继续带女儿 话里话外 都在暗示陈琳 从未尽过当妈的责任 压根不知 照顾孩子有多累 她的话里带着威胁 如果强行拖着病体带娃 早晚气血两亏 说不定 很快一命呜呼 陈琳冷笑 你觉得 照顾我和女儿亏了 我还嫌你和你妈 吃软饭浪费粮食呢 结局 不欢而散 徐朗不肯要女儿的抚养权 也不愿支付抚养费 在向陈琳讨回近一年的月供 和伙食费后 跟亲妈搬了出去 女儿刚上小学 要应付的琐事 搞得人焦头烂额 加上陈琳以前 不怎么做家务 动起手来 毛手毛脚 差点烧了厨房 好在 对于学习能力强的人来说 天下 没有动了手 还难得倒的事 陈琳给女儿报了托班 每天起来做好计划 煮早餐 跑步健身 辅导孩子作业 闲暇之余 啃昔日的大步头 争取早日回归职场 不过 以前那份工作的劳动强度太大 不适合大病出狱的身体 她打算另辟战场 过了一阵子 朋友说做小视频赚了不少钱 邀请她一起制作精品课程 为了打磨课件 陈琳拿出学霸精神 专注研究 投入很多精力 一遍遍对着镜头录制 收益比预期要好 在生病期间 亏损的积蓄很快满上 陈琳请了阿姨负责接送女儿 打理家务 剩下的时间 可以开开心心 搞事业 直播星期那会儿 陈琳不时跟粉丝聊天 提起抗癌后崛起的经历 她用勇气和能力 赢得很多人佩服 这时代 有了流量 就会有接踵而来的财富 很快 陈琳买了一套新房 还把女儿 转到更好的国际学校上学 那日 陈琳从工作室加班回到新家 见徐朗像只丧家之犬 站在门口 她扑通一声 跪在地板 请求她原谅 自己当初一时糊涂 我被狐狸精迷了心窍 才会做出 让你心寒的事 你现在还单着身 看在女儿 希望爸爸妈妈 在一起的份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不好 陈琳拒绝得很干脆 自从新事业 有所起色后 徐朗每次接女儿过去 都动员她 回家 求妈妈跟爸爸复婚 但是 陈琳的想法 一向不以别人为转移 吃回头草 更不是她的风格 徐朗红着眼说 我知道 你比以前更优秀 只会更看不起我 但是 我过去 因为患癌的爸爸 失去一切 实在害怕 你会跟他一样 把家里的钱 花光采走 徐朗一字一顿哭诉 自己能力平平 只是犯了 懦弱男人 才会犯的错误 但是 如果不是她 这样的性格 以前 你怎会对陈琳 百般迁就 让她在众多 英秀追求者里 选中自己 陈琳觉得好笑 不管活到几岁 男人 都是令人 瞠目结舌的 普信男 徐朗哪来的 独定 觉得 窝窝囊囊的性格 能再次入她法眼 当初若不是念在 知根知底的份上 加上 她贴心又不粘人 她连眼角 都不会多看一眼 最重要的是 在离婚念头 呼之而出的前夜 陈琳听到了一出 有计划的慢性谋杀 那天晚上 陈琳睡不着觉 起身上厕所 路过婆婆房间时 她偷听到 徐朗 两母子聊天 婆婆说 致癌症费钱 又费力 一生气容易复发 徐朗爸就是这样 天天发脾气 扔杯子 没过多久 气死了 当医生的远房侄女说 如果大伯父 生前脾气好一点 心情好一点 没准能多活几年 旁人无意中的几句话 被婆婆拿来 当催命符 她觉得 陈琳的身体得过病 就是不健康 怎么生得出 没毛病的大孙子 徐朗年轻 不能被这个骨子坏透的女人拖累下去 母子俩应该对陈琳再恶劣些 气死她 最关键的是 陈琳爸妈死了 陈琳身后的一切 肯定留给女儿 到时候 陈琳买的寿险 房子和车子 早晚落到监护人徐朗手里 听到这些可怕的对话 陈琳气得浑身发抖 原来 从患癌症那天起 她就被丈夫和婆婆 在心里判了死刑 很久之前 陈琳听过婆家 吃绝户的说法 只是没想到 有朝一日 自己会成为悲情故事里的女主角 故意背叛 加上谋财未遂 徐朗的哪一点作为 值得陈琳回头呢 看着前夫 拥得落荒而逃的背影 这个受伤后 又崛起的勇敢女人 只想痛快淋漓 大笑一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